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提出具体和有建设的意见 特别我提出三个咨询立法会的问题 怎么弘扬爱国爱港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大型土地发展融资问题 还有如何把香港发展成一个国际高等教育的区域枢纽 我会跟团队做详细研究 做出施政考虑 我们也可能会跟个别议员继续跟进和交流 还有探讨不同的想法 在基本法下 立法会具有限制责任和地位 立法会议员是治理香港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次的互动交流打问会 开展了共同开创 共同爱国者治港的新议长 立法会要发挥更大力量和价值 有三个重要元素 第一是团结办事 第二为共同目标努力 第三是互动沟通凝聚共识 第三是处理问题的时候 既看树木也看森林 从大局观 国家观 国际观考虑问题 我也希望再强调 在二十大报告中的系统关系 第一 把握好全局和局面 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 当前还有长远 宏观 微观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还有特殊和一般关系 第二 要通过现象来看本质 那么就是说 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必须通过现象判断它的本质 第三 提高战略思维 创新思维 底线思维等等的能力 我期待爱国者们会牢记这些重要观念 共同构建一个安全稳定 和发展幸福的香港 共同为香港建立世界前列 创建取上的力量 我感谢各立法会议员 积极认真参与互动交流答问大会 为行政立法共建香港 展开新式气象 还有为了积极推动大湾区融合和高质量发展 明天星期三 还有后天星期五 大后天星期五 我会去广州和深圳出席贸发局举办的越港合作州 推动两地企业和大湾区融合的活动 明天出席贸发局举办的越港合作州 一起推动香港和广东省的合作 这个论坛以越港联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题 就联动专业服务推动大湾区发展进行讨论 星期五到深圳出席的 是越港合作州的旗舰活动 港潮流开幕式 港潮流展示香港企业设计和制造经营的产品 帮助港商开拓内地庞大的内销市场 随着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 到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使得我们可以当天往返 我和司局长会频繁当天往返两地 没必要委任其他同事 属任即可提升效能 同时可以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建设 在疫情后 香港正全力追回时间赶上 结果赶在前列 致力在内地和世界各地推广香港的优势 香港开拓机遇拼经济拼发展拼竞争力 谢谢 下面是提问的时间 想发问的请举手 然后先介绍你代表的媒体机构 每位请只提两个问题 第一位是左边后面的那位记者 特首您好 我是无限见识 最近两地政府就器官捐赠商讨合作 当局发现有不寻常取消器官捐赠的情况 有没有人受影响呢 会不会影响商讨的进展 反修例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四年了 警方说会交代那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呢 器官捐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帮助器官受损 或者不能发挥器官本身的作用 这个是救人命的重要的合作机制 世界各地都非常鼓励推动器官捐赠 去帮助患者 这方面香港也大力推动 过去 也因为器官捐赠拯救了很多宝贵的生命 我们也推动与内地合作 因为过去也有些个案在这个合作机制 因为器官捐赠就救回了香港患者的生命 我非常反对任何城市破坏器官捐赠 这个崇高的理念 我留意到有不寻常的数字 是关于器官捐赠的取消申请 超过一半的申请 是取消根本没有登记的申请 也有些是重复的取消申请 如果没有登记而申请取消的话 这是非常可疑 破坏整个系统的行为 我是严重谴责 这些破坏那么崇高 捐赠器官拯救生命这个系统 我要严厉的谴责 这个我们觉得这是耻辱的行为 我也要求警方去调查 当中有没有违规有没有犯法 另外有关警方处理刑事调查 针对可疑人进行的刑事调查 警方一直按照实际证据 案情需要进行调查的 至于定下所谓不基于证据 考虑的时间表 这是不实际 也不符合我们考虑 我对于警方依法处理这些案件 我是有信心的我会交给警方处理 下一位提问 左手边前排左边 你好我是信报 最近很多人士包括前运房局局长张炳良 都说两元的乘车优惠给公堂带来很大压力 你会检讨这个政策吗 会不会考虑两元优惠提升至三元 有些议员 有些议员 还有些基层 市民可能会不支持 你担心吗 如果没有这个计划 长远福利开支 会不会加收新的税项 来舒缓 公堂的压力 另外公务员加薪 这个事情很多人就说 需要追加前两年 已经动薪的水平 那今年会考虑加薪的幅度 增加去吸引人才 挽留人才吗 两元的乘车优惠 我听过不同意见 当然政府都会考虑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 打击滥用 因为从数字 我们看来 有些使用 是出现不寻常的情况 我要求 针对 可能滥用的情况 要严厉处理 需要 有 组合式的打击 当然 大家明白 乘车优惠 主要 是协助 长者 使用公交 那如果是 存心欺骗滥用的话 有关部门 要大力 打击 我也要求 他们在 执法方面 加大力度 同时我们会 好好宣传 告诉大家 要把这个制度 用好 不要尝试 在制度里面 进行任何滥用 或者 从中 做一些不当的行为 公务员加薪呢 沿用多年有效的制度 我们会按制度处理 时间关系 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右手边 前排南记者 你好 我是南华早报 我在跟进 张炳良的说法 你没有跟进 你会检讨这个系统吗 因为其他的议员跟他的 关注 就是 对于下一代年轻人的财政负担 会更重 那你觉得 是否应该有一些控制呢 比如说 这个 车费要加到三元 来减轻负担 另外 还有报道说 你会7月 出访一些亚洲的国家 你可以证实这个消息吗 那么计划的行程 有什么看法 有关 长者的乘车优惠计划 我听过不同意见 应该如何改善这个计划 当然我们会 考虑这些意见 但最重要在这个阶段 就是确保 系统没有 给滥用 因为我们留意 有些个案当中的使用方式 有些不寻常 可能构成滥用 我们会 致力执法打击 确保 所有的 违法人士也会 给处理 好让大家都用好 这个乘车优惠的计划 我已经 敦促有关的部门 要加大力度 打击滥用 另外也要加强宣传 让大家都把这个制度用好 有关我外防的事情 至我上任之后 自从 恢复 正常的通关之后 我已经 经常对外出访 推广香港的优势 说好香港故事 这一次外访也不例外 所有这些出访呢 我都得到正面的回馈 我跟同事也一样 所以各位政府官员 会继续出访不同的国家 包括欧洲的国家呢 也包括中东 还有 亚太地区的国家 当然呢 内地方面我们也出访了不少城市 我们会用好契机来发展香港市场 为香港谋复制 我未来几个月也会出访其他的国家 现在正在筹备当中 要等待超定细节 所有的细节超定了 我就会做出公布 今天的提问时间就到这 谢谢